广东两大新三分王出炉 徐杰命中率97.5% 胡明轩怼裁胖又怼球迷的原因出炉 而杜丰作为宏远的主帅 找到了第四位内线的接班人 看来朱方宇在影员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本个赛季自从排位飙升到第二名之后 争斗冠军将会具备更大的三方面优势 提到11杯的比赛 我们重点从三个方面和大家展开讨论一下 第一个方面 广东队两大新的三分王重磅出炉 谈到这两位三分顶尖射手 在我个人看来 分别是杜丰旺以及徐杰 过去广东队最优秀的三分王 大家都知道他被称之为凯王 也就是王兴凯 但是现在要完全更换人选 因为在广东队面对上海队的比赛过程 在广东队上半场最高的时候 落后了对手整整15分的数据 而且呢半场打完 广东队还落后两倍数 然而到了下半场 尤其第三节的时候 广东队呢 马上把分差给缩小 并且完成了仿超 最后的一节 广东队更是凭借着7分的优势 赢下了胜利 而在全场比赛打下来 你会发现 最优秀的三分射手 确实让大家十分的意外 他就是身高2.06 而且充当着前锋线 优秀的杜润旺 而旺这位选手呢 作为广东队最优秀的一个三分射手 9次三分球居然投中了7次 命中率更是高达了77.8% 如此高的命中率成为了 本个赛季当中啊 三分球命中率非常高的一个前锋选手 所以呢 杜润旺他的三分球拯救了整个广东队 也帮助了广东队击败了客场作战的这场赛事 击败了上海队 拿到了关键的积分 标到了浙江球州队的后一位 也就是来到CBA排名的第二位 剩下来的三轮比赛 如果广东队跟辽宁队双方的战绩还没有变化的话 那么广东队将会以第二名的战绩拥有着 在CBA季后赛当中 在半决赛的主场优势 针对接下来CBA的比赛呢 确实让人充满期待 那么广东队的这一边 杜润旺他的崛起呢 除了他个人的状态非常优秀以外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来自杜峰的战术安排 杜峰关键时刻呢 居然把一位呢 在三分球 以往命中率基本达不到50%的杜润旺给叫醒了 而旺的三分球真的打开了 翘 而且呢 如同开挂一棒 另一位顶尖的三分射手就是徐杰 徐杰在全场比赛当中拿到了三个三分球 而且徐杰的得分数据更是相当高超 其中 徐杰全场比赛打下来呢 除了他的外线三分球 尤其是底角三分球 命中率超高以外 他在全场比赛的过程当中 其实徐杰的个人发挥水准呢 更是相当的高超 而且他在上场的时间里面啊 拿到当场15分以上 对徐杰来说都没有很大的问题 徐杰的发挥稳定性确实让大家看到了眼力 也让大家看到了他超高的三分球 那么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正在很多人都在质疑着 徐杰为什么一下子三分球飙升得如此的优秀 而且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全明星大赛 徐杰更是在技巧大赛当中帮助了广东队的这一边 获得了技巧大赛冠军的称号 徐杰作为一名广东宏远自家培养出来的球员 他的三分球之所以如此的优秀 确实很值得整个西北联盟大部分的球员学习的 因为据了解徐杰啊 他每天呢都会坚持着特训 基本上每天呢 最起码练习200个三分球 正常情况下是练习1000个三分球 近段时间呢 有一段关于徐杰的训练视频呢 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徐杰连续投出了200个三分球 居然命中了整整195个三分球 这样的投篮命中率 平均来看 达到了97.5% 如此高的三分球命中率 真的让人十分的佩服 刚来广东队的徐杰跟队旺 将会成为两大新的三分王 成为广东队取胜的关键 第二大关键点 胡明轩怒怼了裁判 迟到技术放回 而且怒怼了球迷 但背后真正的原因也被挖掘了出来 谈到胡明轩呢 大家都知道 他是广东队上上个赛季 获得总冠军的MVP 然而胡明轩呢 他面对上海队啊 这一场客场作战的赛事 他却非常的不当定 首先呢 这次胡明轩呢 打到最后的一截啊 在双方的比分呢 拉到了13分的时候 广东队领先13分 比赛还有三分钟结束 然而这个时候 胡明轩呢 他却被上海队的球员给打手了 然而这一个打手方规 裁判没有吹哨 原本呢 在球场当中 就有着一肚子怒火的胡明轩 这个时候 他就直接不忍了 胡明轩呢 是面对着当时的主裁判 直接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胡明轩用大拇指 针对着裁判啊 看得出来 这很明显的是 赤裸裸的向裁判挑衅 然后裁判呢 也不是吃素的 裁判呢 直接不忍了 直接给了胡明轩一个 违体犯规啊 裁判的这个做法呢 其实在球场当中 是相对比较正常的 毕竟呢 面对着球员的一些抗议也好 或者呢 做出了一些违规的动作也好 裁判给到违体犯规 相对比较正常 但是当大家了解到背后的原因呢 你还要看得出来 胡明轩他有怒火 其实除了在球场当中 被球员打手 犯规以外 裁判不吹哨 另外呢 还跟场边的球迷有关 因为呢 胡明轩呢 他在广东队击败了上海队过后呢 他是直接向着上海队的观众席 直接怒吼了起来 回怼了对方的观众席 由此可以看得出来 胡明轩呢 是积压了一肚子的怒火 等到了打完比赛 用球说话之后 他才直接回怼了当时的 观众席的球迷 据了解当时呢 在观众席边呢 有人也拍到了 上海队这边啊 有个别的球迷呢 一直在指责胡明轩 甚至在休息的时候 在全场比赛呢 也就是暂停休息过程当中 包括了杜丰等人呢 大家都有听得清清楚楚 在场边有个别球迷 不仅批评了胡明轩 更是呢 问候了胡明轩的家人 还有亲戚朋友 这就让胡明轩呢 直接不忍了 当时的杜丰主教练呢 也是回头看了一下 观众席啊 部分骂胡明轩 还有骂他家人的这些球迷 确实当时的杜丰也非常的生气 当时作为一名主教练 他要以比赛为主 而当时的胡明轩呢 他早就想向观众席怒了 可以看得出来啊 胡明轩他本次的比赛呢 是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的 因为呢 在胡明轩此前的一方采访 我们看得出来啊 当他个人受到质疑 受到批评 他觉得可以理解 或者甚至有人去骂胡明轩 他都可以去忍一忍 但是如果去问候他的家人 这就使得胡明轩非常不忍了 他是在比赛过后 直接怒对了场边的个别球迷 也就是骂他的球迷 另外呢 在球场比赛的过程当中 针对当时裁判 没有缺乏胡明轩啊 被对方打手的这个犯规 胡明轩也是非常的生气 也难怪的胡明轩怒怼裁判 怒怼球迷啊 看来背后是有他的原因 并不是空穴来风 也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要做出这些违规的动作 那么最后的第三个方面 广东队的杜丰找到了第四位内线的接班人 谈到如今呢 广东队呢 确实在内线方面呢 很需要补强 特别是在近期呢 引进第三名内线的外员呢 非常被大家呼吁去执行 也就是在广东队的管理层这边看来 以及呢 在广大的专家球迷看来 广东队的内线 一直都是最大的一个缺口 如果广东队在内线方面得不到补强 新赛季要争夺总冠军 那是相当的困难 毕竟大家都知道 作为整个西北联盟 如今呢 就有希望争夺冠军的四大战队 首先呢 浙江的丑州队呢 内线拥有2米23的瑜伽豪 而辽宁队呢 拥有着莫朗德杭的军富豪 那么接着就是浙江寡萨队 拥有胡金秋 徐忠豪等优秀的处理 看得出来 广东队的内线呢 包括哈密尔顿跟一剑林 虽然实力外线的三分都很不错 但是年龄的增长 体能的下滑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因此 当然依靠年轻一代的张明慈 是很难引下胜利 很难扛下重任 所以呢 广东队的第四大内线的选手呢 则非常有必要登场 去分担重任 去扛下内线的这个重要的责任 正在大家都忘分的焦虑的时候 那么如今呢 广东队新一届的大中风呢 则是重磅的付出了 据了解 他并不是新一届的大外援 而是广东队一直都在球队当中 展开恢复训练 在泳池当中进行着 非常自律的生活跟恢复的增防日 而其中呢 增防日他原本受到腰部伤病的影响 导致了他第三阶段 基本上没有上场的机会 然而增防日近期传出来了 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那就是他的腰部伤病得到良好的康复 增防日重新回归到广东队的内线位置 作为2-0-6的大中风 虽然身高矮了一点 但是增防日确实够硬 他去对位其他的大中风 基本能打成五五开的水平 所以呢 增防日的付出作为年轻一代的选手 他跟张明池两位年轻人 搭档上了伊建年跟哈密尔顿两位老将 其实大家可以形成互补 新赛季当中 四大中风都足以扛下广东队内线的责任了 哪怕说不引进第三名外援 关系也没有那么大的 那么这样一来 杜丰跟朱方宇新一步的调整 跟内线方面的补强 确实做得比较成功 但不管怎么说 广东队本个赛季要争夺冠军的话 起码还要面对浙江球洲 广萨还有辽宁队的巨大挑战 那么大家更看好 这四大球队哪个球队才是冠军得主呢 针对徐杰对望的超强三分球 还有胡明轩怒怼裁判球迷 被吹了技术犯规 你有什么想说 你认为呢 姚明该不该出手 最佳审访 留言评论区 聊聊您的想法 也感谢大家 我是阿信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启华